现实生活中 很多问题都是不懂示弱造成的 好比在有些人眼里 示弱可能会显得自己很弱 从而丢了面子 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会让自己变得争强好胜 但结果不一定如意 喝酒时 一句我还能行 让自己多喝了好几杯酒 最后伤的是自己的身 恋爱时 执着于让自己成为赢家 赢得了一次争吵 最后输掉的是爱情 还有那些和不值得的人 发生争吵时 总有人想在这场争吵中成为赢家 于是会放下手头很多事 来认真吵架 这次争吵能不能赢回面子不一定 但一定让自己浪费了时间 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毫无意义 舒本华先生曾说 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 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因为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才总想成为别人眼里的强者 可是真正的强者 不是活在所有人眼里的赢家 所以 一次示弱可以改变的局势 别让逞强破坏 能够懂得示弱的时候 不仅能让自己避免损失 也是一个人情商极高的表现 原因很简单 亦合理的示弱 是在给彼此一个台阶高情商的人 往往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有些时候迁就别人 其实就是在迁就自己 人何必为难彼此 就像家有儿女里的夏东海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知道 他有一个最厉害的爸爸 和其他爸爸通过拳击决定谁更厉害 在打架当天 夏东海就主动向对方认了耸 说自己只是为了儿子 他这样的行为 并没有被对手看不起 反而因为夏东海的真诚 对方也坦白到 自己也是为了儿子才逞强 其实 不管是夏东海也好 是另一个人也罢 两个人都不想动手 甚至也没有多么高超的拳击水平 目的都只是为了儿子而已 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如此 每个人逞强都有自己的理由 谁都不想输了面子 但有些时候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会让问题好解决许多 好比在和不如自己的人争论时 哪怕真的赢了也没有意义 这个时候的示弱 是保全对方的面子 不至于和对方闹得鱼死网破 和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时 示弱更是尊重对方的表现 只有能够面对不够优秀的自己 才能成为更好的人 正如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一般 他不是很在乎自己的面子 甚至有些时候 在别人不敢批评他时 他会进行自我批评 当自己犯了错 任正非也不会仗着自己的地位不认 反而会在公司里贴出对自己的处罚 该交罚款交罚款 该认错就认错 可以说 任正非的成功 离不开他对待事情的这般态度 因为懂得示弱 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真正有能力的人 不会因为一次示弱就变得软弱 只有能力不够的时候 才会格外在乎一次两次的面子 二 事实的示弱 能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心理学中 有一个名词叫做富兰克林法则 这个法则有助于提升吸引力 与他人建立密切联系 该法则的官方解释也很简单 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 并不是去帮助他们 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 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好感 主动开口是没坏处的 主动开口请求别人的帮助 其实就是示弱的一种方式 当初的富兰克林便是用这一方式 赢得了与自己敌对方的信任 帮自己在一次选举中 获得了至关重要的一票 而操作方式很简单 当时富兰克林想得到对方的支持 他没有从说服对方 或者是讨好对方入手 而是请求对方帮自己一个忙 这个忙其实并不难 只是问对方借了一本书而已 但就是这本书 让富兰克林与对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很简单 在富兰克林问对方借书的时候 对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得到了尊重 自己的爱好被别人所欣赏 三所以 在接下来与富兰克林的接触中 对方会把富兰克林 划分为和自己一样的同类人 这就大大提升了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 放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里也是如此 当一个人可以示弱时 首先反映出来的信息就是对对方的承认 当一个人得知和自己来往的人 是承认和认可自己的人时 往往会对那个人心生好感 甚至觉得他格外具有魅力 每个人都是有长处的 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 能看到别人的长处 忽略别人的缺点 是高情商的人赢得别人信任的一种方式 正如在学校里 往往是那些会夸奖学生的老师 更加具有幸福力 也更容易被学生所爱戴 而他们所做的事 其实就是发现别人的好 是让自己在学生面前合理示弱 有些权威能够放下 才会真正具有权威